老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发问题啊 这个臭宝说凤尾竹新叶子好多白色的东西 然后长出来的也有 有的说是有虫但是看不到活动的迹象 像是芥架虫留下的 然后呢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药的话呢可以先用丝毛巾 给它擦拭一下检查检查是不是有芥架虫了 如果说有那种异常的凸起的小点点 用棉棒之类的能够凯下来能够能够弄下来的那种呢 可能就介绞虫 如果不多的话呢可以人为的去没坚持去清理清理 它也能得到很不错的抑制 完全根除的话还是建议配合打药定虫米这些个好吧 下个请问老花一小木槿开花包了吗 叶子为啥这么小啊 对啊这个就是开花包了 现在需要施肥的时候了花园啊 我看您是地摘的对吧 地摘的话有沸肥的话最好是用一用 没有沸肥的话呢就可以买一些肥料 咱们家也有选通用型的就够了 下个是我说老花一 我的月季在背面阳台种的 然后看着薄还卷边怎么改善一下 这个就是缺水了花园啊 你这个就是浇水的这个情况呢停留在第二层 不敢浇水 舍不得浇 月季呢是洗干 但是这样卷去呢就是缺水啊 然后适当的用点肥料 因为它在开花对养分的需求也比较大 所以说水肥一根上就行了别的没伤 像万如养的杜鹃发现大片大片的叶子像剁了一层金 是冰菌啊还是咋的呀 红蜘蛛 红蜘蛛啊 这个就是满虫类的了 用阿维菌树配合一些带满虫的满质的杀虫药都可以去杀灭 然后呢像这种叶子的话能修剪就修剪修剪吧 用水冲一冲啊别的没啥 像个花园说 老花园我这绿罗长得畸形了伸展不开了 缺肥了花园说 好多的花园呢就是养花的时候把施肥给忽略了 其实植物的施肥就像人吃饭 人是一天三顿植物是一个月三顿 人三天不吃饭相当于植物三个月不施肥 你也知道浑身没劲 这就这样 好吧 像个花园说红蜜老庄生了牙虫 用钓叶子了这咋整的 这没法整了 这把所有的脑枝枯枝全部剪掉吧 只能等他焕发生机了 因为像这种一般的老庄呢 在新长出来叶子很关键的 如果说呵护不好 他就是把原来积攒的那些能量 全部就等于给浪费掉了 现在呢他只能代谢掉一部分的枝条 来供给那些可能生存的 因为他的营养不够了 如果说再让他抽营养的话就不太现实了 适当的补肥给足光照 把所有的枯枝残枝给他剪掉 培育一些个小的 小的那种枝条起来以后呢 等到他自己慢慢的回馈 等根系长满肥水给足了 他慢慢回馈再生侧牙的 好了别的没啥了 如果说有其他的氧化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氧化最人 下期再见 拜拜